今天是2021年20日,地點是雪梨 我們今天坐在這裡有Evett和我見面 阿鍾士,我見面 阿鍾士,我見面 阿鍾士就說我們認識雜誌會 雜誌是甚麼? 雜誌是甚麼? 雜誌是我們驅選後的情勢 你覺得我們驅選的結果是怎樣? 即是那個結果是失敗? 我不覺得失敗,我挺興奮 我覺得自己是人份力量贏了 你覺得沒有均勢? 不是,我覺得他贏的 我的看法就是我們這個票審票場 這個運動是否在做完之後 最低限度先打緊他們 即是他們正在說話 都不能亂說 即是你亂說,以前沒有人去追究這件事 但你今天亂說的話 可能將來你會被人追究 事實上有一群這麼王居的人 就是抓住你這個統括 是而不捨地和你糾纏這件事 即是民主黨在以前幾個月前 是完全相信會不會變成事實 但現在事實就是這樣 而且與民主黨的表現來說 他們真是疾了,真是害怕 民主黨覺得自己贏的 因為他補到何俊 他的Igon 補到民主黨 多了幾個 他會不會覺得他們 以前的確是自己贏了 這件事一向都是 他自己不承認 但他不是不承認 現在每個人都說 怕人們會追擊 每個人都會追擊 以前沒有人說怕人會追擊 但現在你會怕人會追擊 你問一下Aren那邊 這次是否很慘 如果從票數上得票 我覺得會有一個頗不開心的 預期是會多一點的 因為當時的氣氛等方面都會好一點 而且之前都聽一問他都說 其實他們的運動還有一個目的 就是想打低民主黨的大佬 像何俊仁和文協 馮檢基 這個其實他們這次做不到 怕數年來說 其實他可以叫做不成功的 但也不至於失敗 因為起碼有一群忠實的支持者 真的可以出來幫忙 而他們的 甚至不知道 投票 白票的運動 我想都是開始有一個 挺好的成效 也都是 看回總數 都說比相對上 上次都可以投白票的人 可以換成一些人對他們民主黨的不滿 或者甚至對現在的政黨那些方面的不滿 那你對今次的結局都很正面 對 你覺得輸很多 不是輸的 我輸的 相對上很負面 但還是很開心 始終我覺得 可以看當時的氣氛 我認為得票會多一點 或者說我怎麼看 我就覺得 當然不是成功 但我覺得不是 成功也不是 完全失敗了 嗯 其實我在選前 我都跟Mitri說 其實 沒有汶水的 都是 一、兩隻 你都說 不幸你可嚴重 不過其實 多數沒有 其實區議會那個選舉 你都是一定是 你靠那個 本身的地區 你 我們去香港 始終都是 差 差 再加上 根本 他們的 傳媒 傳媒 再加上他們 幕後的 那些 動員 那些 動員 那樣 就是 中俠這麼多 因素來講 你說真的要贏 我就覺得 不會贏 而且 選的制度 是 溫和溫的 就是溫和溫 你一定要 只有一直 因為 你一定 一定都不夠 而且我還是覺得 如果你選到更大 你選得更多 如果有四五個都不夠 為什麼 因為這個區議會 區議員 其實要保得知 原來 就是 要人類的 你一天都選到 畢仔那些十席 你都死定了 其實 我覺得 最主要就是 就算是 雖然不成功 但也沒有失敗 因為其實 雙方來講 你選完之後 你會發現 你是更加揭露到 一些政黨的公共 好像公民黨 那些人 那些人 更加 一隻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你經過選舉之後 我感覺上 是更加 對於 本身 Core 那個支持者 更加 是 團結的力量 更加 安定 對於 對於 選舉之後 亦都被 看見 公司 發起 捐錢 三十二次 對於 這個結果 很多人 就會出來 捐錢 即是支持 在 三十多位數的 錢 都不期待 相反來講 其實這個真的是 因為 這個 驅選 這個 不成功 還有 引發了很多 很多 其他 無力的打壓 很多是 很噁心的 你做政治 就是 你選完之後 你輸了 你有賴 要不就是 那個態度 就是 你學一下 你的政治家 你輸了 你應該恭喜贏那個 你無所謂的 你是內部警告 這件事 反正 我回來說 人民的目標 其實你區議會 都是一個 區議會的席位 一定要放很多 資源 放在時間內 就反而 其實我覺得 你暫時說 是真的不夠資源 你不如專注去 立法會 立法會的什麼 代表你每區 一國一席 也很厲害 那 你有沒有補充 今次的結果 其實很多人都說過 過去都是 就不懂 你有沒有衝動 你有沒有衝動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 剛才說過 你見到一個 主婦 左手牽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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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手牽著 兒子 那你去跟她說 人民力量的理念 一不就可能 就是 可以說 如果你 如果你沒有了 那些主婦 的話 你會沒有很多 那主婦又最怕 你說髒話 那主婦又最怕 她的兒子學過 說髒話 所以 那些主婦聽到 你說 扔東西 說髒話 就不理會 你說什麼都不會 跟你說 所以我想 人民力量 那些主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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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發覺 你說髒話 那些 那些暴力 其實我覺得 這個對手 安了來 事後安了來 是套入獨身 不是 真的 我試過跟別人 我試過 我試過 因為那些是傳媒 傳媒 傳媒是宣驗到你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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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事實上 你不要理會 你是給對方 任務懷疑 因為 我事實上 一小時候 無限放大 然後 一件事 說十次 你就相信 你不相信 一百次 因為最主要 都是 一句說完 就是傳媒 主流傳媒 你是 對 正所謂 八面受敵 但這件事 我們不能抗拒到的 但我們只有兩個選擇 這個選擇就是 你檢討一下自己 你不做這件事 第二 就是 你如何去 說服那個傳媒 或者令到傳媒 偏向你 或者同情你 我覺得不會 這個不可能 我覺得不會 因為傳媒 在背地裡已經是貴了一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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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不說粗口 你很乖 很像 他跟他一樣 有時候 那個傳媒 都不會跟你說話 他只不過 在你所有的瑕疵之中 找到你一件事 他就無限放大了 對 第三個可能性 我剛才說過兩個可能性 要是說服傳媒 要是令到你自己 第三 就是 你要說服那個師奶 喂 扔東西不是很差的東西 說錯話 都不是很壞的東西 那你怎麼可以令到相信這些人 令到他了解你的政治理念 因為我們的政治理念 我們是要理會的 這件事 很複雜的 很複雜 我們不理念 行先的話 就不會有這麼堅強的意思 你怎麼相信那個師奶 為什麼要扔東西 我想辦法 我想一下 為什麼要扔東西 他覺得立法會那些人 就是坐著 還是打了他 沒有 我剛才說過那個師奶 我剛才說過 他左手會抽著手 右手會拖著兒子 你怎麼跟他說好 就可能 除了你說好 你還要跟他解釋你的政治理念 你怎麼可以跟他解釋你的政治理念 你不可能跟他解釋你的政治理念 這件事是相對時代的 因為 因為那件事是 就是 你很複雜的東西 你怎麼去簡化給他 大部分人 就知道 看來一聽就明白 其實是很困難 這就是一個技巧 這就是一個技巧 你怎麼可以說服到 Aerage Code 是這樣的 Aerage Code 是這樣的 即是說 他文件 他現在說了一件事 你不要投他 他扔東西 和說錯誤 只是這件事 你已經判了自己 我剛才你說過 十個八個說 就是說 說錯誤 扔幾件事 十個八個裏面 有八個裏面 沒見過你扔的 也都未聽過 沒聽過 他只會扔人回來 對不對 他真的扔 有多少C-line 會去看立法會的那個視能 他沒有這麼有興趣 他就是扔招 好像 你啊 就是他拍到你 我在這裏 其實不是香港沒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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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 你一個Aerage People 你怎麼去Communce 他說 喂 扔東西不是很差 說錯誤也不是很差 我們那時候的理念是怎樣 就是你怎麼能令到他明白 還有在明白這種 因為我們 我常常覺得我們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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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覺得你們是扔東西 說髒話 就是這樣的 但是 好像是暴力 但是 你作者問他 細節的人 哪裏是改了髒話呢 哪裏是顯現了他暴力呢 他講不出來的 他就是聽回來看回來的 很大部分 這件事就 不是我那些私人 那些是一些 如果說回 扔東西 衝後的那個Session 其實 我傳統上是因為CCTVB 他剪了那些片 就 播給那些人看 那些10秒 就覺得整個立法會 不停地做一些 他不停地做一些功能 就可以睡覺 那些 所以 其實我 基本上我覺得 你怎麼會 因為他是 基本上 他衝著你 沒錯 他是有心去 將這件事做你的 你不說髒話 你不扔東西 他一樣 找你另一種東西 因為 對 所以 你不要再想 我們 我們會不做這件事 他們就會這樣 其實不會 好像 你說 民主黨 他又想搞新泛民 你們 你們 因為太暴力 所以說髒話 我們這個 不接受你了 如果你進來 我們不說髒話 其實這就多餘 你說不好 我以後 就算我不說髒話 或者不暴力 你進去的時候 他一樣找你 他就是針對那個人 或者那個 對人 不對事 我不知道對人對黨 我應該是髒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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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太天真 我們不做這件事 就能夠重新它 它 它根本是 是 度身靈族 對好人做 你做什麼 它都會有東西 找你出來 我們不需要跟隨他 跟隨他 去玩 對嗎 他說要不說髒話 不暴力 你又不是 你又跟隨他 不說髒話 你又不做那件事 你要做那件事 這件事 我就覺得 不應該這樣 我反而覺得 我有我們的玩法 你打你的戰規 你打我的合擊戰 大家要不去 唯有不對情戰爭 對吧 就是這樣 因為它根本已經是敵了你 那件事 我不知道他來的地方 嗯 應該理解你 哈哈 但是 或者說到這裏 其實我們 另外一些 就是我們在海外的人 用辦法去支持 始終 我們好像隔了 一方便的地方 是啊 其實我也有些 懂得一些 很多 都想問我 怎樣 可以做得到 是啊 始終隔了很遠 那最方便 最容易就是籌錢 籌錢 籌錢 即差不多力量出錢 都是 你有個例子 籌錢嗎 籌錢 可以嗎 籌錢 我們數量有限 但是作為一個 象徵性的支持 我一定支持 我覺得數量 不是一個很大的 三個 就是 就是 好像這次這樣 他們 拘损結果之後 或者打壓之類 有些網友發起籌款 三個 留意物三個 採取了六位數 其實很多都是出於那個 就是 覺得 不做的事情 不行 不過我做 我也有推過POSE 哈哈 很有可能給你們 對 就是 就是 我覺得 暫時來說 我覺得是 直接 因為是 立即做得到的 就是捐錢 至於 有些什麼 可以實質做得到 幫 我看 人們倆 有沒有一些 可以海外做得到的 好像 Matthew 都幫他做的 你說說 寫了程式 對 那些什麼 就無謂說出來 哈哈哈 不是 你是 就是 做的事情 海外做得到 就是 Matthew做了 一個方向 他們 去選的時候 就是 做 我們幫 Matthew幫他做了 這些 我們做了 不是 要去 上街拉票 那些我們真的 那麼容易做不到 海外做 那 除了這些 那些什麼可以做到的 我可以嘗試一下 跟那些 就是 香港的親戚朋友 去說一下 就是 正如 終時說 就算有機會 我們在香港 見到一般的人 未必有時間 停下廳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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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戚朋友 那些 有時打電話 跟他們說一下 我們聊一下 讓他們認知了這些事情 因為很多時候 那些人都是 看了很偏偏的事情 就以偏概全 就是 聽了 或者看了很短的事情 就覺得整件事是這樣 那 我都有嘗試過做事 就是 將一些 我可以網上找到的資料 就 一起 一些東西 在facebook 或者email 傳給香港的朋友 那些看人 就會對我的事 就理解了 就好像 為什麼會有 釘招 殺溪錢 這些出現 而且他們 當初都不理解 這6000元 怎麼來 那些 那些 都有一些 挺好反應的 因為他們 原來 不知道 我解釋 例如6000元 那些事件 他當初 有MPF 然後有些人 真的不知道 我跟他說 如果你不是 那些錢 扔他 他真的進來MPF 又是灑氣 那些人都覺得 對 他們這樣做 開始留意一下 究竟 抑韓同仁大舊 在香港做什麼 不會再負面 才在香港做 對這些 因為 傳媒 還有很多香港人 都覺得 那些暴力 和粗口 都會在一起 就覺得這些事情 是不好 那些程序 都會在一起 那些程序 這也是一個可能的方法 但我意思是說 每一個人的 老闆實能力 也比較高 可能 有一些 可能 我很差的 說兩句 我都 都不是說 很浪費 我都不夠力強 那 說兩句 很浪費 都不能說 所以 你每個人都 都可以做一個 對方 都沒有 對 通常 經常說 你有什麼 做過 那我告訴你 我沒有說過 那幾個 師父 你不說 沒有話 沒有話 我從來 我想到 做理論 我現在有一個 怪力 有一個理論 就是 你解釋給了師父 聽過政治理 理論 背景 他們是很不明白的 他們都不知道你說什麼 但是 香港有兩件事 就是 對方必受的 第一 就是 你千萬不要阻人發達 阻人發達 就是 這個是天條來的 你做什麼都好 你不要阻人發達 第二 就是 你唯一解釋 師父可以接受 你不要被人問 不要被人問 如果你告訴師父 這件事 政府找你問 你知不知道你問 你問得多厲害 他可能會有認罪 對方 為何會被人問問 事實上 就是 最大的問題 我說這件事很難 三年兩年再說 不是 不是 可以的 你可以的 我會想到 你跟師父說 政治 他不會明白 但你跟師父說 這個政治是在找你問 而且你問得很厲害 你知不知道 你會用生動的比例 你會用打麻將的心情 你明白 他經常出千 你明白 為什麼他會出千 他經常在桌下換牌 你知道嗎 我會這樣強調 你解釋給師太太 這個議會 是多麼不公義 為什麼呢 就是 不公義 就是 你以為議會 就是majority 就可以決定一切 其實這個議會 不是majority 可以控制一切 就算是majority 你也要控制一切 那你在這些細節上 跟他解釋的話 就是 舉例 麻將的生動形式 或者是 賭馬的生動形式 去跟他解釋 他會接受的 就是 就是他會接受 就是那種錢 對 就是 我想就是這樣 Joseph 就是這樣想的 你看我們可以假國訓練班 由你呢 就是 訓練我們所有人 用什麼方法 可以更容 去說服人 會啊 我會想到 你不如這樣說 簡單一點 那你 比如你打麻將 雙方東 你永遠都不能做的 那個人坐在那裡做莊 一輩子都是他做雙方東的 你永遠都沒有做莊 你東風的話 你都是一番人 他永遠 一東風便是雙方 那永遠都不用打死斷莊 他永遠都做莊 那你說你繼續跟他打派的話 你就是傻瓜 是不是 是吧 那他跟他結婚 就被人找到 這個世界 香港就不肯定要做精製 你一定會做蠢的話 你一定會做蠢的話 你會不會吃蠢 什麼 執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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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萬不要執屎下 豈有些別人 人家不用擔心 大執屎下 量無肯定要跟他打派 就好了 這張衣服 要怎麼給他解釋 議會 當然是上一個 誰拒絕得多,誰拒絕 誰不瘋狂,又不是這樣玩過遊戲 還有遊戲規則,現在是政府定了出來 分組點跳,功能組別 那你就打了那個,推輪,如何推輪 這個就是,但他吃炸盤就沒問題 他吃炸盤就沒問題 他吃炸盤,不如再繼續打角 但你吃炸盤就立即要出炸 即是你解釋那件事 他生育後就解釋那件事 那些司徒就會接受 如果你不會問他,怎樣解釋 就沒可能會跟司徒解釋到 你最重要是不要被人負責 他說了兩件事,就不要做人負責 第二,不要被人負責 你被人負責,就被人負責 兩元你都是壞的 你都說出來,人家都笑你 你不要被人負責 很多人都樂意被人負責 或者阿蘇,你有沒有什麼好的提議 就是我們身處海外 心裡又很想做一些事情 但你又想做到什麼 我自己想海外就比較難 就像剛才你這樣說 就是籌款也是一個很實質的辦法 但我自己反而很贊成黃英雲 經常去一些中學裡面 演講大學裡面 因為我那一句 司徒的智慧畢竟是有限 而且香港人太實際 他根本不回答他想這件事 我經常說香港人是 不是現實,簡直是功利越勢力 你不動到他 你偷他一盒之一跟你死過 但你在社會政治意願上 隔壁的人火燭 五家燒死 他可能會霞一聲 他不會出手當實力 我也覺得是 我覺得這樣的民族 當然我們可以研究 但私一雙 就是說如果我們 要求我們的選民是很理性 其實全世界人都是這樣的 比較實力 我反而覺得 經常都是放眼 在一些中 譬如公民黨都看到 連他都 即是夠不公義的 即是還叫做大眾黨 不需要理他 即是他現在已經縮好了 不要理他 我反而覺得 新一代我不知道有沒有用 但總是讓他做有用 譬如黃毓民或者劉遠都說過 他們都常常去演講 其實黃毓民 只要他不是那麼狂躁的樣子 他很理性或者說很多歷史 是很吸引的 我們之所以喜歡黃毓民 其實他不是很狂躁的 他不是很狂躁 但他不是很狂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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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當然認 我們坐在這裡當然不認 但他在中華角度 他非常受歡迎 中學生就是我們的未來 他十多歲 他很快便是選民的 你現在還看著 那些師奶就這樣 我覺得他不一定不知道 但你動了他 就像剛才Joseph所說的 你拿了他兩個人 就跟你死亡 但是他其他事死亡 他不拿他都不理 不要想到他會奸得 我想這件事是要慢慢來 即是幾乎下角 下角更容易接受 容易去做 即是你一氣有二百人家 你講話 你還要逐個打電話 我看逐個打電話 跟媽媽說 跟爸爸說 老爸說 連感情都傷害 我不會用這個方法 我其實都有 或者我們海外 關於海外我們這些 我就覺得希望 我們人民類的某一方面 好好組織一下海外的一堆人 即我所知 譬如你 即使溫哥華三文士 有很多人 但我覺得比較鬆散一點 有很多東西 香港方面的組織 對我們海外的組織是鬆散一點 因為海外的組織是靠我們自己去組織 很多時候我們想聯絡回香港 想問他們有什麼幫忙 都找不到他們 其實我們很想找到他們 但我們聯絡他們那邊 就聯絡不了 我覺得問題就是 人民力量本身都是一個鬆散的組織 是的 經過區選之後 他們更加是 有很多目前的事要做 即我們還要問總統主理 我們有什麼要做 他都不加援 我希望他一個人可以廣仇海外所有的人 其實我自己就覺得 當然可以 那他最好 他一聲好令我們做 因為我們可以幫他做得到 但我們只不過是聯絡方面的問題 譬如今次 阿Maffy 說可以幫我們做一個機位 即那個 付款機位 阿Maffy 說可以幫我們做一個機位 但是一層一層 那個communication 又不是做得那麼好 那希望我們這次回去 即我們經常要聖誕節目 教我們回香港 希望找到可能我們兩個人 可以跟他們坐下來聊 其實我們可以在海外 在海外可以做很多 backoffice的事 即是說在背後的事 幕後的事 幕後的事 我覺得他們現在已經是 我相信不是很混亂 都是有很多需要的前面的準備 我們自己在海外 我們可以做成一些 堅實一點的組織 是的 譬如說我們多些聚會 或者我們多些communicate 甚至我們可以跟海外 譬如以溫高環那些 做事象的事 即是說 副主 他現在不行 對 我們自己做 因為很多事情 你明白 很多事情都是 香港人的力量 去發出來的事 是多些人會發出來的事 如果我發出來的事 我不會理我 所以不用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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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吃都可以 第二 其實不用跟師奶說話 不過如果要師奶 其中有一個可以做的 就是叫師奶聽 說鬼故那個 我不聽 沒錯 好像因為他們很喜歡聽 其實當你懂得 按進去一個網站 你不自覺地 最初本來你想聽鬼故 但慢慢可能聽到醫生 諸如此類 你就會 我們做這個 做這件事 我希望都是 找多些人來做 就是他們想聽其他事 沒錯 其實我們不是想做 我們做這個 我們質素的人 怎麼跟別人那些 我們做得很差 我們沒有準備 我們說的東西 未必足夠他們的深度 但我其實沒有說 做這件事 只不過我希望幫些人 有興趣 在這裏做好事 他看他自己的事 他看他隔壁的事 就可以做得到這裏 你如果我們叫鬼鬼 我真的有你 都不用聽什麼 寬食宗說 那可能是一個 由此 由此露入的 你選擇 你選擇 可能你選擇其他東西 我都覺得 可以一個 入門 好了 那盡做吧 不過時間差不多 多謝各位 下次再見 拜拜